陈均天 1980年代为台湾炙手可热的 综艺节目制作人 曾获得包括金钟奖在内的 十余座电视大奖 在电视领域中 最为人乐道的是他的求变与创新 陈均天我觉得是在 中华民国电视史上 整个的一个大的潮流当中 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 很多人看不懂他的做什么 整个节目做完来 剪接完了 播出的时候 哦 原来是这样的东西 他能说 能演 能导 能写 能编 而且他还能画 所以我觉得非常让我敬佩 六年年代合作 主要是轮演 我们做了好几期 到最后资格费有点拮据 我们所有的演职员都不领仇 很不容易 严谨的工作态度 让节目中的演员苦不堪言 不过也因为在 在如此的磨练之下 造就了他们 现今有着卓越的辉煌成绩 他的外号是陈天亮 不到天亮不收工的 两天两夜超过48小时 几乎没有合眼 这一个晚上 他要录20个到30个短剧 能够70年左右 爸爸跟张爱佳 他们合作了一个 十一个女人 主要是让一些 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的 新锐导演 像是杨德昌 柯一正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让电影人透过ENG 然后让电视戏剧 能够走出摄影棚 走到实际的生活当中 在事业攀上巅峰之后 他选择走入另外一个 沉重的领域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生命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那个年代 关于抗战的这件事情 把当中的一些 可歌可泣的故事 人性的光辉面 把它传递给我们后人知道 是他身为电视人 的一个使命感 过去这将近30年来 父亲这边搜集到了 大概1000多位 的口述历史 这些前辈们 很多到现在都已经凋零 现在两岸三地 关于这样子的主题 我个人认为 是最珍贵的一个所在 它能够提供给 全世界的人类 都能够对那段历史 能够有更多的理解跟认识 我觉得他的成就 远不止于这个讲 他的毕生都奉献给我们电视 像这种事情大家都会做 但是我们去做了 我们做了就这样 没有什么了不起 欢迎颁奖人永远的偶像 张爱佳小姐 大家晚安 我想告诉你们 我在1979年的时候 我在香港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来自于 那个时候台视应该是 最哼的一个 美术组组长 也是制作人 陈军天的电话 邀请我回台湾 做电视节目 他给我的承诺就是说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了 然后我回来以后呢 他真的实现了他的承诺 我们做了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 叫目前幕后 那因为成绩不错 所以台视要求我们再继续做 我就很大胆地要求 陈军天说 我说你会协助我做一个节目 是走出摄影棚的单元剧 我们就做了十一个女人 十一个女人可以算是 在那个年代 所有台湾新电影的起源 而陈军天先生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他不仅是真的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也是经济上的支援 在我们结账的时候 我们超资了120万 台视说他们不付 所以我跟陈军天两个人 一人赔了60万 你们可以想象到 1981年 60万是很多钱 陈军天无怨无悔 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来颁这个奖 而且我非常感激 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走到金钟奖的舞台上 陈军天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不求名 不求利 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他初衷的心 他不需要赞美 他不怕批评 他一直就是不畏惧现实 也不担心明天 我心目中的真正的艺术家 让我们来欢迎 今年的特别贡献奖 陈军天先生 刘太的儿子 陈欣温 参扶着他上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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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拥抱他一下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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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能够扳这个奖给我 再说一次 往前 往前 再往前走而已 再往前来一点 来 小心 小心 我可以坐下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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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 慢慢来 我没有急啊 您坐 您坐 我帮你麦克风 现场说的朋友 再次掌声 谢谢 请坐 各位 请坐 给我这个 我没有谁要写 我写的人 我写的人都走了呀 我讲二线的话 只有一个人 台湾电视公司成立以来 第一个副总经理 李卫荣先生 非常感激大会 你们花了56年的时间 让我证明 56年前 我向我的老板讲的话 所缘非假 我一直担心我讲的太多 结果我刚才发现 那位先生小姐 剪了带着把我刚才讲的都剪完了 都讲完了 都讲完了 我希望 我希望在做我们电视文化的海业的朋友们 从今天起 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力量 能够让台湾电视再向前走 四十年前 我在这里领了一个奖 叫做 综艺节目 最佳综艺节目 最佳综艺节目 制作人奖 这个奖到那一年为止 就没有了 后面没有人领过这个奖了 领到我为止 今天 我想四十年 到此时此地 老实说 我的心里面很沉重 因为我们台湾的电视 从高山上慢慢地往下坡走 沉重啊 各位朋友 我们争取一点好不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让我们台湾电视文化能够走向世界 有人跟我讲 你们什么台湾文化 台湾电视文化 你台湾你有什么文化 你台湾有什么文化 你台湾一双筷子都是大陆文化呀 很气人呐 讲这种话 各位 他错了 他错了 文化 文化就像大河一样 有起有落 我们的电视文化 把这二三十年来 把这二三十年来 向下坡走 就说 连一双筷子都是中国文化 但是这一双筷子 已经变成免洗块了 用完把它丢掉了 我们还在这里得意 我们真的应该 我太老了 我讲这话好像是吞牛一样 我太老了 我讲这话好像是吞牛一样 但是 我家里 剪接式的电脑还没关 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 让我们这一代的台湾电视人 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土与糖浆 我本来有好多要讲的 我又怕我讲多了 我觉得 我刚讲的都已经讲了 我真是希望各位跟这个老头子一起 我们努力替我们台湾电视文化 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事情 谢谢大家 恭喜陈景天 陈志荣 还有谢谢爱家姐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